Hello,大家好,繼續回到PokeMMO帳號被盜事件 這次應該是Part3 好了,他都有回覆到,隔了幾次回覆之後 我個人認為經過這次我的回覆之後 我相信官方應該都不會說怎樣回覆到 或者是他可能已經認定了 上次都說過,可能已經認定了我的帳號 已經是被人共享 好了 上次我就打到他怕什麼 之後就回覆了 好 這個玩家由你的帳號裡面給了一封郵件 這個是沒錯 那就是那位玩家入了帳號 但是錢是由你的帳號被發出去,你聲稱沒有做過 由這裡可以看到帳號被共享了 因此有人登入了你的帳號 我們不知道怎樣發生,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其實整件事有邏輯問題 好 那他官方那裡已經知道有人進了我的帳號 寄了一封信 寄了一封信給我 這裡應該是,首先是那個犯人寄了一封郵件給我 然後再由我的回覆度寄一些錢走 好 這裡也有聲稱,他說我沒有做過 我聲稱沒有做過 然後後來的劫子就說 由這裡可以看到你的帳號被共享 OK 那這個已經有一個邏輯問題 我們儘管翻譯做英文 看看他們的英文是怎樣的 看一下 嗯 這個玩家寄了一封信給你 然後寄了給他自己 這個是沒錯的 不過那些錢呢 是由你的帳號寄出的 你就證明你聲稱自己沒有做過 這裡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你的帳號 這裡呢 它就說 如果用英文譯的話 就算中英文你也看到 它是說我的帳號已經被共享 而不是被人盜取 OK 下一句 有人登入了你的帳號 我們不知道是怎樣發生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給我們聽 其實如果 如果大家在看這條影片的各位 在自己帳號被人偷入之後 然後官方要你解釋一下 怎樣解釋 我也想問一下 各位應該怎樣解釋 才是最好的一個答案 我都很疑惑 好 隔了一天左右 不是 隔了十幾個小時 隔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就有覆到它 這次是7號問 然後9號就回覆 但是它就完全沒有回答我什麼問題 例如這一句 這句如果真是共享帳號 你們會認為會有這個 郵件出現嗎 這裡沒有問沒有答 好 看看我回覆了什麼給這個官方 好 那我第一句已經馬上傳它 原來只要有帳號被其他玩家登入 就已經代表共享帳號 我第一句已經傳它 那MMO應該沒有人盜取帳號這個問題 全部都是共享帳號 我根本就沒有小偷這一回事 再下面 我自己認為他們可以查出小偷的玩家的IP 是不是跟我相同地區 可以斷定這個共享帳號的可能性有多高 因為從不同語言 你都可以共享 就是 不同語言 你都可以推斷到這個 究竟是不是共享帳號 譬如我在香港 我不會同一個美國 或者甚至是 英國的共享帳號 真的共享帳號 它都不會只有1、2次 登入的紀錄 因為登入紀錄它一定可以查到 譬如 假設是真的共享帳號 共享帳號不會只有一次 共享帳號不會只有一次 譬如我 我跟B共享 我今天跟你分享 B可能當天就馬上登入了 對 理論上應該那個IP會不斷轉移轉移 一時就是A 一時就是我的IP 一時就是B的IP 兩個不斷登入 都記錄一體看得到 但是這裡 其實它是可以推測到 究竟這個 是不是真的共享帳號 對 這裡 好 如果你們連官方都不知道怎麼發生 就算我聲稱我是被盜 受害人 怎麼解釋 你們都不會相信 對 這裡 我想相信大家的答案 應該跟我也差不多 一開始表達了帳號被偷了 然後你們不相信 說這個是共享帳號 可以說明說明 你們官方已經假定我這個是共享帳號 OK 那我就算不斷解釋 不斷說明 你們都會不相信 對不對 還想要我解釋些什麼 一個帳號被偷的人 然後你要我解釋 我都是說相同的東西 我沒有寄過任何錢 或者精靈給任何人 或者共享帳號 對 這裡再補一句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就是你偷東西 你 偷東西 偷東西 然後呢 那個店舖那個人 就打算報警 都是同樣 我講來講去都是同 上次不知道第一part1 還是part2 同一句 又被人偷東西 然後你報警 報警之後那個人就說 報警之後你解釋 解釋為什麼被人偷東西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不是經歷過這次帳號被盜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PoketMMO的官方可以是這麼白癡的 真的可以 我不知道有沒有陰謀論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有陰謀的 我自己覺得不只是這麼簡單 真的這麼簡單 我被人偷完錢 然後官方還要鞭打我幾下 我覺得這裡是有陰謀的 而我自己個人認為陰謀就是 我自己覺得陰謀就是 官方不想那些富翁 那些有錢的人 那些人這麼容易獲得某一樣東西 譬如飾餵那些 或者是一些貴的時裝 轉了買的時裝 這些就是在MMO裡面 相對來說 是極之稀有的 極之稀有 那假設真的有一個富翁 假設真的有一個富翁 很輕易地賣掉所有飾餵 那可能他就會覺得 這遊戲的壽命都差不多完結了 譬如有人是想傳閃的 或者是想錄一隻閃的 那其實那個壽命 他自己個人認為 MMO因為沒有終點 終點就是 你覺得這遊戲的地方是終點 你的目標達到了 那就是你的終點 可能就是 這樣他就不想人太容易獲得 而且 獲得了這些之後會怎樣 就是會賣賬號 我相信有些人會賣賬號 就是這遊戲 看他現在 他處理我的手法 假設我真的共享賬號 不要說共享賬號 我這次這個賬號是直接賣出去的 那直接賣出去 那就會怎樣呢 那就會違反了 EARMMO的問題 因為如果共享賬號都不行 那賣賣賬號一定不行 因為會影響了官方的賺錢 譬如 譬如我可能說 500元買我的賬號 500元買我的賬號 但我的賬號裡面的東西 可能 就算你在MMO裡面課金 你都未必獲得 就是你需要一些時間 你才可以獲得一些閃光 那那個人就買了我的賬號 那就不需要課金了 可能如果你想要適為 那你就要要賺錢 賺錢買VIP的券 或者是 賺錢直接買 那如果我是 譬如我是一個課金的玩家 假設我是一個課金的玩家 新玩家 我進來 然後你跟我說 我想捉色違的 然後你跟我說 那張VIP券可以 有得 撞閃輕鬆一點 那我當然第一時間馬上會貨 那如果我直接買賬號 那我就 skip了這一步 可能我買完VIP券 課金的錢 都比我直接買賬號更貴 這個就是那個 買賬號 的好處在哪裡 好處和那個 好壞處 好處就是可以很輕易獲得這些 譬如我有兩隻色違 很容易獲得那兩隻色違 但是那個壞處就是 會影響官方的 賺錢 影響了他的收入 我相信 大致上 那個意思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如何 不過就 始終都是推 不是推 就是估計 靠估計 就未必是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個陰謀論 可能有些問題 歡迎大家提出 究竟 這個單純是一個 克服的公關問題 即是克服他們的處理手法有問題 還是其實是一個陰謀論 我都不太清楚 只知道我是一個受害人 然後還要被人魔殺 我應該有的權利 或者一個 一個 一個叫自由 打MMO的自由 遊戲的自由 我都不知道 總之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次 相信這次事件之後 下次 就算他回覆 他也回不了什麼 就算他回覆 他也回不了什麼 你怕什麼呢 這些 屬於挑釁的 挑釁的言論 除了這些 我相信應該沒有其他 因為他都 根本答不出我問題 現在就像香港一樣 根本他都答不到你的問題 根本他都答不到你的問題 其實 你沒什麼好說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宣傳 我現在的做法就是宣傳 告訴人們這個PokkaMemo 那個克服 對玩家的態度 以及他處事手法 各方面 這兩個只是其中一項 態度惡劣 接著處理手法 接著就屈玩家 屈玩家 這個試過 屈我說我什麼 說我什麼 屈我說我共享了帳號 我剛才也說了 如果真的共享帳號 會不會是一兩次的紀錄呢 他可以直接搬出來說 我們曾經檢查過這個紀錄的帳號 曾經有兩至三次的分享 或者在第二個IP登入 你可以知道這個 是不是真的共享帳號 你不會看到 他只有兩三次紀錄 你都會覺得他是共享的 譬如我兩次 這樣叫共享 那不是被人偷貼一點嗎 怎麼會叫共享 MMO的官方 其實是沒有用腦 所以 對 如果不是真的爆單 這樣的一件事件出來 你真的不會相信 真的有客服 是這樣處理一些遊戲上的客服問題 好 那今集的Part3 你在這裡先 大家歡迎在下面留言一下 或者 對於我這個陰謀論 或者有些什麼見解 有些什麼想修正 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提出大家這個陰謀論 究竟是 在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有沒有呢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